為在第三項真山路離大支山 也就是保信共和民連這中華國小的這條路 兩年以來不太太勝過 道路是破損到很嚴重 加上是客人每天都要走道路 相當的危險 在電風機面臨情之下 因此他追討保持局也來到現場勘扎了解 車輪來塞過無背道路頂頭是很難走 也增加了危險性 當年以來路是越來越暖 睡得到當地的機面 我們這個路空因為這個車輛 裡面大家出入很多都是這條路 兩年里的裡面都是這裡出入 這裡的裡面一直翻譯 翻譯說這裡的路凹凸不平 行車也不變 這個是我們中華中期 小學生上學要經過這一條路 中華裡面這個道路 去年都大致的翻新了 就剩這一條 為了第三點的金山路兩大計算 也就是保信共滑民 連接中華國水這條道路 等級以來沒有太多 道路是變得更更客氣 加上是客人每天都要走道路 相當的危險 第二季面臨情之下 行車以追討保持局也來到現場勘扎了解 這裡的那個柏油已經十幾年沒有翻修 然後像這個要到農路的 這個也是輕輕騎騎騎 因為這裡除了是我們農產品運輸之外 同時也是我們去交流到替代道路 所以當這裡中華中期體 這一個連接到我們包公廟 加會的除了是在地的農民 鄉親之外外地的遊客也很需要仰賴這條路 所以我們這次會做好 這全部的全長大概有400米 大概是將近有250萬左右的一個經費 希望說這樣經費在地方上 在公主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經費 有這樣的一個益助的話 會讓我們的工程品質會更加的好 在眾人看著過了 最初保持局也會報到 將近200萬的經費 來將認真人的利 轉到400米的道路來中心補色路面 希望提心道路安全平靜 教你宣傳播到